哈嘍 這裡是騷兵四大 歡迎來到《怪物獵人崛起》武器教學的第四篇《狩獵敵篇》 前幾天試玩版更新了 被怨虎虹打得屎都出來了 而且正式版過段時間也要發售了 馬上接著搞一下這個武器基礎教學系列 方便新人玩家上手這個遊戲 《狩獵敵》這個武器我這幾天試了一下 太變態了 太強了 無腦的強啊這武器 而且這個武器的使用方法相對別的武器來說非常簡單 簡直就是居家必備開荒神器 新手上路保姆級武器 如果正式版不削的話 狩獵敵的強度是武器中當之無愧的第一 主要是因為這一座狩獵敵這個武器相當於是重做了 無需記憶複雜繁鎖的樂譜 無需前座的演奏鍵就能添加buff 整個武器簡化處理 不論是輸出、防禦、乃人、上buff都變得簡單粗暴 首先我們介紹狩獵敵的機制 畫面左上角會有個樂譜 這個樂譜上面最多可以有四個音符 每按出一次普通攻擊 就可以給樂譜添加一個音符 當樂譜上存在兩個相同的音符時 就可以給人物添加對應的buff buff持續生效的時間內 上面的字會從白色變成紅色 S鍵對應藍色音符 防禦力上升buff Demo版中效果持續60秒 A鍵對應紅色音符 攻擊力上升buff 同樣持續60秒 XA鍵對應綠色音符 體力順時少量回復 因為是順時回復 所以體力回復的字一直會是白色 而不會出現紅色 注意上面三個效果都是對自己 與周圍的隊友都是有效果的 所以笛子肯定是連擊打怪中 比較受歡迎的隊友 大街上喊話喊一波 組隊三缺一 太刀裝逼俠已經滿三個了 缺一狩獵敵工具人馬上發車 求求不要再來太刀了 太刀已經夠多了 本作中笛子的拔刀有所改動 以前按X拔刀的時候 會自動打出一下藍色音符 現在按X僅僅是只會拔刀 而不會攻擊 可以方便玩家自行選擇 起手要打出的音符 是一個很人性化的改動 另外狩獵敵有個特殊的ZR鍵 叫演奏攻擊 直接起手就可以使用 甚至不需要拔刀 演奏攻擊也對應一個buff 叫自我強化 如字面意思 這個效果只會強化自身 在一定時間內 自己的移動速度會提升 且攻擊不會彈刀 移速提升的buff效果還是很明顯的 可以看到 左邊是加了自我強化的移動速度 右邊是沒有加自我強化的移動速度 這個ZR鍵演奏攻擊還得重點說一下 因為這招非常強力 分為兩段傷害 第一段物理傷害 第二段為音波傷害 音波傷害可以無視肉質 打怪物的哪個部位都一樣的效果 而且這個演奏攻擊自帶無敵針 可以用來躲避類似吼叫很多攻擊 特別變態 你看人家太刀要劍接 還得先墊刀一下 前後一共要按三個劍來進行閃避 閃斧的滑板也得消耗翔蟲來進行閃避 而這個狩獵敵簡直不可理喻 一個ZR鍵直接閃避 邊閃還能邊打怪加buff 太強了 無腦的強了 接著我們介紹三音演奏攻擊 當上面的樂譜中存在三種不同顏色的音符時 就是X音符、A音符、XA音符都存在的情況下 樂譜上的旋律可以儲存 儲存後就可以放三音演奏了 右邊會有提示 按ZR加X可以釋放三音演奏 這招的傷害特別高 釋放後可以一次加上所有的buff 之後樂譜上的音符會清空 釋放時硬質會比較大 釋放後無法銜接其他普通攻擊或者演奏攻擊 但是可以接波浪鼓攻擊 這個波浪鼓攻擊我們接下來要講 樂譜的左邊有這個槽 這個槽我們外號叫波浪鼓槽 對怪物造成物理傷害和音波傷害 都可以積斬這個槽 之前三音演奏也可以快速積斬這個槽 在這個槽滿之後 我們在三音演奏或者後續會介紹的降空技 滑弦衝擊後 按下ZR鍵即可發動波浪鼓攻擊 這個波浪鼓攻擊可以造成多段傷害 並且會提供一個20秒內 1.3倍攻擊力的超強buff 氣焰旋律 這個1.3倍攻擊加成太猛了 所以狩獵敵的輸出思路 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打出波浪鼓 加上這個攻擊buff之後 再釋放其他威力高的招式 下面我們先介紹現有的兩個翔蟲技 第一個拔琴狀態下 ZRU加A鍵可以發動震打 震打外號魔音入耳 消耗兩個翔蟲 發動魔音入耳後 我們就會把廣場舞的造神攻擊 直接灌輸到怪物體內 讓怪物愈先愈死 這招輸出也特別高 但是前搖也很長 注意要在安全的情況下使用 另外一個翔蟲技 滑銜衝擊 拔琴狀態下ZRU加A鍵 消耗一個翔蟲 向前方攻撕快速位移 位移中附帶霸體效果 然後幹兩下的 這一招和斬斧的鐵蟲司技 金剛連斧幾乎是一樣的動作 而且都附帶霸體效果 滑銜衝擊後 自身可以獲得自我強化的BUFF 提高移速 也就是一個帶位移的強化版的演奏 注意在此招後 如果你的波浪鼓槽是滿的 可以接ZR鍵發動波浪鼓攻擊 記住啊 之前介紹的波浪鼓的釋放條件 目前其實就兩個 一個是接在3E演奏之後 一個就是接在響衝擊滑銜衝擊之後 後續的正式版可能還會有新的響衝擊 到時候情況就不一定了 關於狩獵敵X鍵A鍵還有XA鍵的基礎工作與派聲 這裡就不贅述了 只推薦一個常用的連段 因為狩獵敵的基礎攻擊與派聲非常複雜 細說的話也只會徒增複雜說不清楚 一開始玩的時候沒有必要去細摳 當接觸狩獵敵 只要有目的性的去湊齊音符即可 比如說你想使用3E演奏 那麼缺哪個音符就打哪個音符即可 這裡推薦的常用連段是演奏攻擊加前扣 也就是ZR鍵加推搖桿加A的組合 演奏攻擊打傷害和斬槽的效率高 會有一個小位移 而推搖桿A的前扣攻擊可以360度調整方向非常靈活 最後說一下狩獵力輸出的整體思路 多用ZR鍵演奏攻擊和怪物進行周旋 期間斬波浪谷的槽 在怪物倒地或者硬直較大時有兩種思路 如果你的波浪谷槽還沒有滿 還差一點才能斬滿 那麼就使用第一種思路 打出三種音符之後接三音演奏 三音演奏後你的槽肯定就滿了 接著就可以接ZR鍵發動波浪谷攻擊 因為波浪谷攻擊附帶的氣氛旋律狀態 可以將攻擊增幅為1.3倍 所以波浪谷越早打出越好 打完波浪谷再接ZL加A 消耗兩個翔蟲發動魔音入耳 這波傷害絕逼是最恐怖的 接著講第二個思路 就是你的波浪谷槽現在已經滿了 和怪物又有一定的距離時 為了不浪費輸出的時間 那麼就可以先ZL加X用滑弦衝擊 移到怪物旁邊 接著馬上按ZR鍵發動波浪谷上攻擊的buff 之後接我剛才介紹的演奏攻擊和前扣的循環 或者打三音演奏和魔音入耳都是可以的 好了以上就是最精簡最干鍊的狩獵敵教學 希望可以幫助到即將入口怪獵的新人玩家 狩獵敵這把武器絕對是開荒的上上直選 只要不談刀那麼就是戰路 好感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視頻的話可以三連支持一波 這裡是騷瓶散散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掰掰 好了 我們下期去 到地上 Kansas 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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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川